新赛季的女排超级联赛已经结束了全部常规赛冠军争夺 在收官战中未免冠军天津女排与上海女排狭路相逢 在这场金户大战中全主力出战的天津女排 以3比0横扫有所保留的上海女排 以全胜战绩结束了常规赛的争夺 本场比赛结束后 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四强队伍就此全部诞生 上海女排虽然输球 但还是与天津女排携手打进了四强 而另外两个四强席位分属同时赢球的江苏和辽宁女排 在金户大战中天津女排竟嫌主力出战 但是上海女排却因为已经获得了四强席位而有所保留 派上了几名年轻队员上场来锻炼队伍 两名实力外援金阮景和拉尔森也被血藏 这样的做法就让比赛的精彩程度失色不少 但是金阮景和拉尔森这两位MVP级别的球员虽然没有上场 但是在场下依然十分活跃 两人并没有坐在替补席上枯作 而是在替补小方阁内开始了尬舞 两位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就这样在全场众目睽睽之下 开始翩翩起舞 引起了身边众多队友和现场观众的一片哄笑声 但是两人丝毫没有任何尴尬 仍然跳得颇为起劲 网友在看到这一幕也是纷纷调侃这盛况 只能在中国联赛看到 因为我们同时把这两位奥运MVP级别的球员 都带到了中国联赛赛场上 能看到两人这样开心的舞蹈真的非常难得 在四强席位全部确定后 接下来就将开始进行半决赛和决赛的争夺 半决赛将由天津对阵辽宁 上海对阵江苏 天津女排拥有最为强大的阵容 依然会是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 但是上海女排在拥有了两大外援后 实力也不容小觑 最终冠军花落谁家 让我们拭目以待